亚洲杯第二轮的比赛继续进行 出现了一些惊人的结果 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爆出大冷门 输给了伊拉克 比赛刚刚开始五分钟 日本队就丢球了 林木彩燕的铺就失误 让侯赛因抓住机会完成投球进球 伊拉克取得梦幻般的开局 在半场捕食阶段 日本队再次丢球 侯赛因再次完成投球破门 没开二度 以一己之力踢爆日本队 日本队陷入了绝境 而日本队直到比赛最后时刻才取得进球 进球的是远藤航 但也无济于事 最终日本队一比二输给了比赛 日本队时隔42年再次输给伊拉克 日本队与伊拉克的身价差距有26倍 没想到日本队会输 真是难以置信 日本队已经失去小组投名主动权 如果小组第二出现 有可能遇到韩国队 越南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赛中 印度尼西亚凭借点球机会 由巴哈尔打进全场唯一的进球 越南0比1输给了印度尼西亚 遭遇两连败 成为首支被淘汰出局的球队 这场比赛越南的控球率57% 11次射门都没有打进 而印度尼西亚有16次射门 进了一球 越南队在12强赛的时候 曾经击败过国足 那是国足首次输给越南 从这届亚洲杯来看 看来不是越南变得有多强 而是国足变得更加弱了 印度尼西亚最后一轮将对阵日本队 能不能也像伊拉克那样暴冷呢 拭目以待 中国香港对阵的是实力强大的伊朗 结果没有什么意外 中国香港输掉了比赛 0比1的比分输掉不算太糟糕 伊朗的控球率高达7成 有14次射门进了一球 而中国香港9次射门都没能打进 加埃迪在第24分中 打进全场唯一的进球 米拉德比穆罕默德是全场最佳 他送出了一个助攻 5次抢断 3次成功争顶 4次解围 在攻防两端表现非常出色 中国香港首场小组赛输给阿联酋 这次输给伊朗 遭遇两连败 不过中国香港还没有被淘汰 还有出现的希望 最后一场与巴勒斯坦的比赛就是生死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